近来有关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说法盛行 对此中共当局一直否认 人民日报还对此进行了批驳 不过在人民日报的批驳资料中 反而泄露了国家机密 请看下报道 人民日报8月12号发表题为 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文章 其中掩用中共商务部的数据指称 今年6月 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 同比下降17.31% 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却同比增长20.12% 商务部资料显示 今年1至7月 中国新批企业同比下降7.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却同比增长7.09% 人民日报的图表显示 自2013年1月到6月 十大外资来源地 占总外资的92.39% 其中香港为397.15亿美元 占全部外资的65% 位列第三位的新加坡的投资 32.52亿美元 占比为5% 美国、德国、荷兰和法国 加起来才总共41.78亿美元 占6.7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数据 旅美经济学者何星链指出 号称外资引进全球第二的中国资金来源 实为中资的假外资 中国这个企业家移民现在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再回来投资 还有现在根本就没离开 仅仅办了这个国外的护照或者绿卡 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把资金转出去再回来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源认为 大陆对新外资企业有政策优惠 特别是在开发区 所以中国企业家移民后再回国投资 是利用政策套利 美国中文杂志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 撰文指出 香港、新加坡等地早已成为内地洗钱的最佳场所 他们对大陆的投资多半是中资所为 让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资金穿上了外资的外套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去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 从2000年到2011年 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 约合人民币23.6万亿元 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 研究洗钱的专家严利新保守估算 中国的洗钱金额每年超过1万亿元 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 去年12月27日 美国彭博社在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 成为资本主义新贵一文中提到 其调查结果指称 中共资格最老的八老后代 至少有18位人士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 其中有些就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注册 北京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龚胜利认为 中国最大型的国家型企业120家左右 都是一本万利的垄断型企业 比如像中国的汽车要比美国贵出三分之一以上 投机性非常大 龚胜利表示 这些垄断性企业大多数都被太子党控制了 他们通过资本导手来赚钱 所以造成了中国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李克强九天里面连续四次想继续对外开放 讲这个改革开放的事情 怎么样中国甚至继续往前走 这就告诉人民传递了一个信息 就是中国的资本的认识也好 还有市场的运营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玄机 全球金融诚信机构的报告指出 很多合法资金都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离开中国 进入香港和威尔经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 然后再洗到其他实体 再以源自香港和威尔经群岛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重新投到大陆 该报告总结认为 这一套复杂的洗钱系统 为中国的高资产净值人士秘密隐藏和积累财富 何清炼指出 多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巨额外资当中 有70%以上来自瓢洗后回流的中国资本 这一对于政府富豪贪官以及相关分析人士来说 并非秘密的事实 只是由于宣传中国对外资具有强大协力的需要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成了国家机密 请不吝点赞浪